朱元璋的军事素养真不是盖的 春有量六十万大军 正猛攻只有三万守军的红都 一旦红都破成 下游的精灵将万分危急 尽管如此啊 朱老板却力排众议 坚持三面出击 蓝玉守卫红都 须打猛攻胡州 他和常玉春呢 北上救援小明王 只有二两米就敢做几百人的饭 朱老板的自信啊是有理由的 他命常玉春让弟兄们穿上张世成的军装 举着张世成的大旗去偷袭援军 好让对方的统帅托托 以为是张世成搞的鬼 常玉春呢一脸憨憨 哥 你就喜欢嫁祸于人 可朱元璋挡得住援军的锋芒 却扛不住常玉春的诱惑 原地休整 到了午饭时间 他还没开吃 常玉春就从腰间拔出一瓶茅台 隔眼前一放 朱元璋赶紧说不 不喝不喝 坚决不喝 我已经发过重视了 十年不饮啊 老弟 这没别人你赶紧劝酒啊 劝两句我又不是不给你面子 可常玉春啊 朱元璋脑袋一搭了 拿起大饼 刚啃了一口就受不了了 四季牙什么啊 你多远点行不行 常玉春看着他 我说老哥啊 经不起诱惑了 你吃你的 我又没惹你 朱元璋最爱的大饼 瞬间就不香了 还有完没完 明天攻击任务重啊 你抓紧去看看 张世成的军旗跟军装 到底准备咋样了 一脸不情愿的 常玉春刚被支走 朱元璋啊 就一把抄起 常玉春的茅台 送到了嘴边 朱元璋这一过瘾 不打紧 封印直接解除 火力立马全开 常玉春回来 拿起酒壶 好家伙一滴不胜啊 回去 我就跟你们说 朱老板偷我酒喝 朱老板饭戒了 朱元璋慌了 得 今儿算我在你手里了 啥条件 你说吧 常玉春是蓄谋已久了 打败陈友良后 他的汗血宝马归我 我的骑兵营 去战马 你别每回有啥好事 敬便宜徐达呀 朱元璋没辙 只好答应 常玉春敢这么放肆 是有原因的 因为朱元璋自己也知道 这位四弟虽然暴力粗狂 但关键时刻 还是靠得住的 明天冲锋的时候 你要守在这 哪都不能去 就在这指挥全局 您出来的时候 早的擅长他们 再三叮咛我 知道了吗 有这样愿意为自己 着想的郭敏兄弟 朱元璋无往不利 当常玉春成功 偷袭援军的时候 朱元璋成功简陋 他发现了草丛里 惊慌逃亡的小明王 朱元璋的北进之行 圆满成功 而他南边的那位 沉迷享乐的对手 张仕成 此刻还不知道 朱元璋早把他卖了 张老板尚且如此安逸 跟他干的这帮打工人 也见天跟老板 一起唱K喝酒摇骰子 张老板的弟弟 宰相张世信 倒是很有危机感 他冲上去打翻裹牌 赶走张仕成的票友们 陈有亮 朱元璋他们在争天下 咱不能再诗词酒色 搁这玩了 再这样 将士们看了都心寒 陈下们敢怒不敢言 咱们得支愣起来 赶紧率大军 抢在陈有亮前面 占领精灵 可众所周知 这位张老板 原本就没啥进取心 而偏在这个时候 又有探马非报 徐达正率五万大军 猛攻胡咒 这下好了 别想玩火了 先救火吧 如此一来 三面出击的朱元璋 成功援救了明王 吓唬了张仕成 可就在他班师的途中 精灵却出了大事 精灵成带着 爆炸性消息的汤河 一脸匆忙的走进中书省 军情紧急 秘书胡卫雍 赶紧去请刘伯温 这位精通天文地理的刘先生 在听到陈有亮 几十万大军攻破红都后 掐指一算 可眼下呢 朱元璋还没回来 金灵成群龙无首 作为军事统帅 汤河更有发言权 他认为啊 陈有亮挥师东进的时间 可能更快 当即提出两点想法 第一 三军立刻登船 前往长江三岔口 提前占据 有力地情 迎战陈有亮 第二呢 赶紧派多人寻找朱老板 找到之后啊 精灵也不用回了 直接在三岔口会师 可这个时候呢 刘伯温却发现了 事情有点不对劲 这前几天 也有信使来报 说红都城失守了 蓝玉阵亡了 再加上这一次 应该是第三次 一座城池 怎么可能连丢三次呢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次有可能还是误报啊 可汤河认为这次不同 消息来源是红都城的两个残兵 另外从经验来看 也不像是假消息 我原先估计 蓝玉带里三万人 最多坚守红都两个月 可他已经坚守八十多天了 已经很了不起 换作是我 也不一定能扛这么久 所以说呀 红都现在丢了一点不奇怪 没丢那才叫真奇怪呢 刘伯温的声音 还是没有被听进去 李擅长很快就表示赞同汤河 命令所有兵马 立即登船 开始行动 可朱老板不在 调动战船 必须三人联名才能下令 李擅长汤河二话不说 就签好了名字 可一直犹豫的刘伯温呢 却坐在那儿不动 他陷入了尴尬的处境 尽管重返金零后 他不止一次正确预判了 各种可能的危险 但这些丝毫也改变不了 眼前二比一的投票结果 而汤河的眼神呢 也无一再暗示他 刘大进士 别摆谱了 差不多得了 这种情形下 刘伯温只好签字 可等他走出中枢省大门 胡卫庸却一路小跑追了上来 这位前不久 刚被火箭提拔的率府三支 在朱老板北京的这段时间 展现了超凡的工作能力 自从有了这个助手 李擅长也乐得 每天脸上都挂着 晒足180天的笑容 而胡卫庸这个时候 追上刘伯温 是为了告诉他 老刘啊 你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呀 你刚才说 陈有亮顺江而下 如果顺风 四五天就能到金陵 你就没觉着不对劲吗 剩下无风 即使有风也是东南风 刘伯温愣住了 对呀 这样一来 陈有亮东晋不就是逆风了 四五天肯定到不了金陵啊 可你胡卫庸竟然没有当众揭穿 不然我岂不是更难堪 胡卫庸你是一个厚道人 多谢 胡卫庸真有那么厚道吗 No 就是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厚道人 马上就让刘伯温吃了一个大亏 就在红都失守 陈有亮东晋的军情 铺天盖地的时候 金陵的主心骨 朱元璋终于回来了 他的文武百官老婆孩子 早早的登上了城楼 面北而跪 等候冥王的赤锋 北面最高处 捡回一条命的小冥王 身披华服 脸上重新焕发出光彩 伴随着太监监抗的声音 护驾有功的朱元璋啊 升任了吴王 左丞相 统领天下 所有一军 虽然这个虚弦看似没啥卵用 但对向来讲究 师出有名 名正言顺的古代战争 号令天下一军 这杆王旗的重要性 就不言而喻了 朱元璋恭敬地叩首败献 给足了冥王威严和体面 在天下人看来 这将会是一段君臣佳话 连城墙之下的小六子 都开始羡慕起来 可刘伯温却告诉他 那是细装 能不漂亮吗 你别看他笑得欢 人家是真皇上 可他是个假皇上 谈笑间 今天值班的后导人 胡卫庸给刘伯温 带来了一条重磅消息 红都没丢 蓝玉正在血战坚守 又一次作为唯一的 真理掌控者 刘伯温都禁不住嘚瑟了 可他哪知道 这厚道的胡卫庸 当面吹捧 转脸就把他给卖了 志风大典一结束 胡卫庸瞅准时机 拿出了百米冲刺的热情 朱元璋大喜过望 而他这一高兴 就想到了俩人 一是守红都的蓝玉 二是事先就预测到 红都可能没丢的刘伯温 而他一想到刘伯温 却发现这人 城门接驾没来打卡 赤风大典也不迁道 他想干嘛呢 胡卫庸可算逮着空子了 上位啊 刘伯温来了 他在城下和人说笑呢 胡卫庸故意把话说一半 朱元璋就好奇了 胡卫庸一脸的无辜像 此话一出 将帅们顿时一阵骚动 朱元璋虽然一句话没说 但从表情上来看 那股的杀气已经冲到了三尺开外 好你个刘伯温 救你聪明是吧 救你小嘴能爸爸是吧 虽然被刘伯温看破了心思 可朱元璋还是把冥王弄出了精灵 这位一脸稚嫩的假皇上 在匆忙的结束了精灵半日游后 就被大伙送到了除州 在那里 朱元璋为他盖了一座名为皇宫 实为牢笼的房子 以此来圈禁他的余生 而朱元璋 则继续以冥王的名义举兵西进 正式开启了与陈友谅的决战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一波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你的支持是孤岛持绝的动力